7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疫情防控第12场新闻发布会。 乌鲁木齐市卫健委主任张卫介绍,从今日起,医学观察点送餐服务标准从每人每天50元提升至80元。 同时,当天下午,乌鲁木齐市新发新冠肺炎疫情4名确诊患者致于出院。 张卫介绍,疫情期间接受医学观察的人员并不一定是确诊病例或者是无症状感染者, 只是因为他们接触过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有被传染的可能性。 为了做好医学观察管理工作,乌鲁木齐市各隔离点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在开展每日健康巡查,做好房间消毒和清洁的同时,不断改善医学观察人员的生活保障。 从今日起,将医学观察点的送餐服务标准,从每人每天50元, 健身至每人每天80元,医学观察期间,接受医学观察人员要服务管理,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保障睡眠痛苦,密切关注自己的健康, 有身体不适要及时报告,及时就诊。 医学观察器们如无异常情况,将及时接触医学观察。 截至7月28号24时,乌鲁木齐市现有确诊病例320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130例。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宇兰在发布会上称, 随着病程的推进,一些处于潜伏期的无症状感染者陆续出现临床症状, 或CT检查出现新冠肺炎的影像表现,成为确诊病例。 今天新报告的确诊病例中,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的比例较大, 达到了43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数量有所限量。 另据自治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卢成介绍, 此次出院病例有轻型一例,普通型三例,入院后, 上述病例在专家组和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精心护理下, 病情持续改善,连续两次及以上呼吸道病原的核酸检测呈阴性, 各项化验指标,肺部影像学体温均正常, 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